2022开春艺文响宴桃花园大展 2月19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开幕一室 十位花东的陶艺家还有东华大学艺创系师生 带来数百件精彩创作 现场还有茶席、花艺、市集还有爱新艺脈 这是一场具有深度、具有意义的陶艺大展 值得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集结花东地区十位优秀陶艺家 和东华大学艺创系师生的陶艺大展陶花园 2月19号隆重开幕 计划组织人前文化局长江岳成 邀请喜爱艺术创作的民众 把握机会前来参观欣赏 这次很高兴能够得到文化部的纾困方案 为花莲台东两地11位艺术家 做一个陶花园的大展 陶花园有陶艺、有茶席 那也有我们的花艺、也有我们的市集 最重要的呢 我们还跟散幕中心办了一个慈善拍卖 所以是结合五感还有真善美的亚质在里面 那希望各位好朋友们来这边可以欣赏美丽的淘气 然后能够来品尝我们花冬的好茶 那能够看到美丽的花 闻到美丽的花香 还能够看到喜欢的作品 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 帮助我们散幕儿童中心 那些需要帮忙的弱势家庭和弱势好朋友 那岳成希望以后每年都能够办桃花园的活动 让大家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真善美的帮忙 桃花园大展除了有桃艺家们数百件风格迥异的精彩作品 还搭配名家花艺布置 每天也会有桃艺家设茶席和民众对话 现场有捏桃体验还有桃去市集 更特别的是这场展览还有慈善工艺应卖区 每一位桃艺家都提供了精彩作品来应卖 所得将资助花莲散幕中心 这场深具意义 而且高度艺文水准的桃艺大展 2月19号到2月27号就在花莲稳创园区第六栋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体验 这旅会欢迎视报道